今天我感觉自己比较懒惰 不想要在这个厕所里面花45分钟的时间慢慢去做一个化妆 所以呢我决定今天就不化妆拍片了 隐形眼睛都没有戴现在是我平时的近视眼睛 那不想化妆可是又想要美美的那可以怎么样呢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探讨一个三分钟换妆大法 拜我们的这个技术所赐 各类的一些拍片的或者是美图的软件里面 都有一个功能是化妆化妆filter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用不同的化妆filter呢 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妆容效果 来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当然就是NONE 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如果不戴眼镜的话呢 会稍微看到现在我刚起床我双眼皮呢 其实两边是比较不平衡的 我左边的眼皮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因为我小时候撞到 在三岁四岁的时候撞到 那这里我要赞颂一下我的妈妈 因为距离眼球其实还是挺近的一个位置 其实她当时就跟医生说 如果要捐眼球的话 她可以第一个捐给我 妈妈的伟大呀 幸好我只是毁了一点绒 回到正题啦 试试看我到底适合哪一个 哪一种妆容 这个第一个看起来挺可爱的 爱心 不喜欢 哇 好恐怖 现在换了这个妆 我讲话整个人的气质不一样了 那要这样子讲话吗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诶 这个有点恐怖 Why so serious 不喜欢 雀斑妆 可爱的 还是老了嘛我 所以现在的看法是 雀斑其实是一种历练 表示我有经历 哇这个是 酒窝妆啊 小酒窝 长 睫毛 13岁的时候喜欢画的妆 我很喜欢把它画翘翘的这样子 诶这个我喜欢呢 比较淡淡的眼睛 下眼线画这个虾肉颜色 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比较精灵 这个也是 清纯可爱 哎呀怎么这么称赞自己啊 这种就是我肯定 不可能在现实里面画的 很恐怖 很像那个猴子屁股 我已经把这个软件里面的所有装了 试一遍了 可是呢 其实我在这里最喜欢的都是 NONE 啊什么都没有 虽然每个女生肯定会遇到过一个时候 是会怀疑自己 嫌自己这个 嫌自己那个 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嫌自己 哎我怎么双眼皮两边不对称啊 啊我现在的雀翻多了 啊我现在的眼袋大了 啊我老了 啊我有皱纹了 哎呀我不要笑太多啊 皱纹会很深啊 估计这个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遇到过的 这些文艺的说法就是 真正的美丽是从心里面去看的 哈哈 从心而发 你真的喜欢自己 真的接受自己 你会看到自己 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时候 你才会散发出来一种自信 是别人也觉得好看的 你可能在脸上可以画各种各样美丽的妆 可是我觉得有一种美丽是真的 只有在你有自信的时候 你才可以散发出来的 鼓励大家 世界上面 没有一种绝对的美 只有在你接受自己 你爱自己的时候 人家才会爱你